粉丝提问,为什么空降骑兵服人只需要三秒? 确实,空降骑兵是服人最快的模式,为什么光子会这么设置呢? 原因有这些 一,给玩家更好的游戏体验 在普通模式,服一个人需要十秒 在这十秒内,服人的和被服的两个人什么都做不了 这太没有游戏体验了,只能眼巴巴等着 把空降骑兵改成服人只需要三秒 这样玩家的等待期就大大缩短了 玩家的体验会好很多 教会很喜欢这样的改动 二,一局结束的很快 空降骑兵的获胜条件是 哪个队伍先得到一百分就获胜 淘汰一个体验获得三分 救起队友获得一分 所以这个模式一局结束的会非常快 如果和经典模式一样是十秒钟 那么玩家就没有必要去救人了 毕竟十秒钟都够你淘汰体验的了 加的分会比救人多多了 三,加快游戏节奏 空降骑兵就是目前最快的对战模式 光子把一切设置都改了 就是为了加快游戏节奏 例如用医疗箱更快 跳伞落地更快 复活时间也更快 这些都是为了让游戏节奏更紧凑 所以把服人改成三秒很合适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这个设定如何呢 欢迎关注三联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